大家好,欢迎收看猫儿陪你画画,我是猫儿 今天的主题依然是构图加形体 那如果我们回顾之前的构图经验呢 其实已经老盛场谈了 首先我们确定最极端的位置 然后呢,规划出每个物体所占的区域 在每个物体的区域内去规划它的部位 然后进行细化加描绘 今天我们要画的是一只鞋 那这个鞋的圆图是从一本书上来的 刚才我们在图园已经标注过了 那首先我们先要确定整幅画最极端的位置 那么我们也要考虑一下这只鞋它的长宽比 那鞋嘛,它肯定长,要高于它的高度 那么这只鞋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大概是高度的两倍半 稍微少于两倍半 所以这是大概的一个比例 那我们现在先画好上下左右最极端的位置 因为我们今天也只画一只鞋 所以呢,就没有第二步直接可以进入第三步去规划它的部位 那么为了规划它的部位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鞋最高的地方是我们最左边这条蓝色的线标出来的 那从它的鞋帮到鞋底的位置 大概是整个高度的五分之四 那另外一边在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鞋的前部 它会稍微往上弯曲一点 那它弯曲之后的这个高度啊 大概是整个高度的一半 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它具体这个高度一个分布 那如果我们看横向呢 这里你也会发现 它从这个就是鞋口到鞋 从鞋口到顶端这么一个区分 大概是在三分之一左右 所以呢,大概我们就有了一个概念 它各个部位具体在哪里 首先我们先画底边 然后我们画一条中线 横向的中线 这样的话我们就确定了鞋头它的高度 那么从左侧往右三分之一的部位 我们可以画一条鞋线从顶部连接到鞋头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在左边画一条直线 分成五分,取五分之四 那这个高度连到刚才我们画的最高点 鞋的轮廓就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对鞋的这些棱角做一些修饰 然后我们规划出鞋底的厚度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画一下鞋口 那鞋口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弧度 然后顺着下来 形成它的鞋面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画出鞋面的一些大致的纹路 以及鞋的一些图案 比方说它带的那条三条杠 以及鞋后跟鞋边的一些缝角的位置 在确定了这些位置之后呢 我们会比较容易的去了解说鞋带接下来应该怎么画 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要先确定 均匀的分布,大概这六个鞋带孔 之后呢,我们会描绘它的细部 比方说它的鞋带 然后呢,以及它鞋上面的一些点缀 图案等等 鞋带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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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我们的主题依然围绕着构图加形体 需要的工具呢,也仍然非常简单 只要鞋笔橡皮和白纸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记得给我们点赞并关注 您可以在视频网站上搜索 我猫耳陪你画画 帮我猫耳陪你画画 B站用户可以点击右上角蓝色按钮关注 YouTube用户可以点击红色按钮 subscribe 这样的话,我在视频发布的第一时间 您将会收到通知 那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意见与建议 也非常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感谢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